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刘貞的精神 這些球員們會感受到 應該某些部分來講 其實這些球員真的要為刘貞拼一下 人家都特地大陸回來 大家都很辛苦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完美 但我覺得還是 很多事情都必須被講出來 還是希望能夠 大家能夠多鼓勵啦 代替責備 因為畢竟在這個位置上 真的不是很容易 歡迎收看觀眾來看 獅頂教練 威哥回歸 我那天不知道聽誰跟我講 說你2月18那天是播我們 播我們出場 對啊 因為你都沒跟我打招呼啊 我根本不知道 我是人家跟我講 而且我來的時候你都沒上場 那我那天休兵 怎麼會你不是有登錄 有登錄可是那天休兵 是喔 對對對那天 那為什麼要登 因為沒人了 意識登一下是不是 剩10幾個 欸好像不到14個吧 那天轉播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什麼 我們幾個跑去 那個領航員 回娘家 沒有找他 喔 轉播你有聽到 我沒聽到是別人跟我講的 因為我也沒看轉播嘛 因為我在旁邊看比賽 所以你想講什麼 沒有我想說 要先那個按摩你一下 不是說沒有 聽說是你的時間不好瞧 有邀請你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聽到是有邀請你 本來就不應該邀我 你看看 一直在推脫 一直在推脫 因為我照你來講 我真的不是正蒲園 就是說中間後面第三罐 第四罐才進來 所以你們選最佳五人 不會選我 有看有沒有 我有一直提到你名字喔 我是有一直提到的名字喔 因為畢竟前面幾個冠軍 因為是達星送的嘛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應該選你 對啊 那個應該選我 那個應該選我啊 畫風一轉 回到上禮拜比賽 第一個當然就是換帥 你有沒有私底下跟他點鬥 就是傳訊息給他慰問一下說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南山的感情就是這樣 不是 因為有時候需要血鬆鬆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畢竟就是 不一定知道了解人家心情 平常沒有 不知道想不想聊啦 對不知道想不想聊或什麼的 我覺得 我們不要講說就是 他們換了教頭 然後根本是狀況怎麼樣走什麼 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講一個 跟別台都不一樣 我們免懷他 所以我們講 過去輪種 在贏球的時候 帶兵的風格跟哲學 我覺得這東西是可以留下來 教練有時候要學習 要跟球員的那種對話 現在很多球團在做 在做一些宣傳嘛 有時候這些 Y級教練的 的這種說話啊 都會直接影片嘛 然後下面就會有字幕嘛 真的就是我們本土教練 可能就不會有這種話語 去去刺激球員 以威哥你的想法 就是以現在 PLUS1這樣子 目前 只剩下兩元 本土教練的這個狀況 剛好這兩位都算有帶過我的教練 包括說現在T1你看 也是大家討論 這也是那兩個本土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難啦 如果在這個市場上 以前呢 你看我們以前 XBL世代 你說一個教練 真的你 你不會說在季中就是被換掉 他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很長期的 兩三年去看這個球隊 或是做這個球隊 可是現在 你只要上去接總教練 一定就是成績說話了 你可能想做的事情 還沒有做到 你可能就下課了 冠人怎麼像學大學長嘛 就是真的你看啊 那他其實他也是 有很多事情 就是他來講嘛 還沒有做到位 還沒有做到 或是說 覺得是在做對的事情 但是一直被罵之類的 可能現在目前就是 大家都需要就是戰機嘛 那當然 有一些各方的壓力 球團真的是很支持很力挺 但是 確實戰機要一直不斷的去成長 所以你看 現在外籍教練 最能夠扛這事情 如果你不行就是在換嘛 不行就是在換嘛 所以 找外籍教練來 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 感情的羈絆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對蠻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找本土溝通上面 因為你可能花了很多心思 把它說服過來 花那麼力氣 可是外籍教練進來就是 戰機沒有 可能就直接換一個 這幾年下來才會 包括職業球隊 這麼多的人換 但是我覺得對本土的教練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本土教練也不錯 為什麼要找那麼多外籍來 可是現在看下來 包括球員 包括教練 其實都在這幾年下來 其實你受到很多的刺激跟學習 就是說 不管是別的東西進來 或是相同的東西 你再去做一些變化 再去做一些調整 又讓球員感覺到 是有新鮮感 這個練法我可能之前沒有體驗過 體會過 所以在這當面 我覺得才會不斷的成長 那衛哥你覺得 這樣的方式 台灣籃壇 你覺得未來會是 會往好的方向走呢 還是說其實就是 可能就是 停滯不前 還是就是像現在這樣 可能也是一個時期吧 因為慢慢的 如果說外籍的一些教練進來 當然球隊還是必須要有一些 本土教練會在球隊當中教練團 那我覺得有一些做法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譬如說用本土教練那種教練 但是助理教練是 是這個外籍的 所以這個做法 可能就會有一 有一個不同的刺激 我覺得可能這種方式也是不錯的 因為 你有些東西 是需要去有新的戰術去進來 或是新的體系 練習的方式 或是說國外來的 他們怎麼去做訓練 做一些細節 但是最重要的調配 最了解本土球員的 你可能就是一個本土的教練 可能從他小學國中高中看到現在 他的特色是什麼 所以很多球員 換了一個教練可能時間又會不多了 有些球員換了一個教練時間開始增加了 我覺得也是不同的方式 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外籍教練當總教練 但是現在也有趨勢是 總教練是本土的 但是也有一些外籍的助理教練在裡面 對 現在越來越多了 對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好的刺激 那我不覺得說哪樣是好 但是不能說戰績好的就是 一定是做法是最好的 不可能是這樣 教練呢就是說 你有些哪些球員 你要打什麼樣的體系 你去融入在一起 你怎麼找到適合這批球員的一些攻守體系 所以這才是最關鍵的 我覺得應該還是就是 就是以那個總教練來講 他就是要怎麼樣塑造這裡的文化 跟他自己的球風跟風格 我覺得那個還是 還是會是未來 你有機會接到總教練 然後這個總教練在想的事情 還有這個球團 未來怎麼樣跟這個總教練一起去搭配 一起去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是 未來可能球隊會比較常會遇到的事情 就是像威哥講的 戰績不好 很快就掰掰了 就很快就下課了 那當然換上來的人 那你的文化建立要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 你就可以打到最好最好的功效 我覺得是未來大家都會遇到的課題 每一隊都會遇到課題 那當然其實 剛剛從教練這個地方轉到中華隊這邊 轉得很硬欸 沒有轉得硬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因為 我在講那個外教跟本土教練 像之前我們已經長年跟 Parker合作了八年還九年嘛 回到現在 後Parker時代的第一個總教練就是 三哥 那三哥現在的確這次遇到了一些些的問題 劉真的這個發文 昨天也有問到的勇人哥 勇人哥是說溝通 這是溝通上面的一些狀況 好像溝通有一些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就是你要球員服你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和嘛 你要在這地方人和讓這些球星們是信服你的 然後是可以為了 賈凡代的話劉真就不會講那麼多 應該不會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開玩笑 那劉真他看到的面相是比較站在球員 還有他想要 他想要奪勝的 的那個型態 企圖心 他的企圖心 他不管 紐西安國家隊多強 他不管 菲律賓國家隊是比亞運還要強兩個等級以上的球隊 甚至是還有規劃球員是超級強的規劃球員 他不管這些東西 他只專注在當下 還沒出去之前你不要衛審先判 我們還沒輸 所以他想要講的東西是這個 那當然其實 我覺得三哥現在目前遇到了一個 我覺得有點像是小危機啦 在溝通上面的一個小危機 不管他對籃協 不管他對球員 不管他對球團 對聯盟 以劉正的這個發言來看 我覺得他是有遇到一點點小小的狀況 所以以前八哥時代 也是有遇到球技當中 好像就比較不會有這種 溝通上面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未來 我們還會不會再繼續找外教 甚至是 可能以後我們都是本土教練 繼續帶下去 我不知道 但 魏哥你怎麼樣看 就是目前比較淺誠的看到 外面這一層薄殺 中華隊現在遇到到底 薄殺要不要掀開 對對對 這薄殺你要怎麼掀開他 確實是有一些壓力 但是我覺得 商哥呢 我先講商哥 其實我在旁邊看他的幾次訪問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是把這個話語 講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已經把他講得非常的圓滑了 那我覺得 要是我 我沒辦法講出像他這樣 這麼漂亮 意思是說他應對的很好 我的意思是說他應對的非常好 就是說 他該講什麼 他不該講什麼 其實其實我們是籃球圈的人 我們都知道大概裡面會是怎麼樣的狀況 但是他把這個應對 我覺得跟媒體或是跟湘敏的回應 或是說球迷想要知道 他已經盡可能去還原或是說表達 那當然有些東西 可能是一些程序上的問題 或是跟球員互動的問題 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第一線的我覺得商哥 他在受訪的時候 從一開始成軍 就是後來有狀況或怎麼樣 他其實每一次的講話 我覺得都是 都是應對的非常好 我個人覺得是應對的非常好 而且我們蠻佩服他能夠講出 應對這麼好 應對這麼自如的話 要是我 我可能會慌 或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叫他啦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自己講的真的 你如果他戴耳麥 然後講一句 我不知道 球員我覺得現在的世代 跟我們以前是不能一起比較的 對 因為現在 你說球員 只要在網路 抒發一下 就是會被大家可能放大 你不可能去安撫到 每一個球員都這麼的舒服舒適 當然有些程序 真的你也要佩服劉貞 他敢講 這真敢講 真男人 但有些事情就是 球員他要反應出來 對 才會倍受重視 劉貞又是最TOP的球員 那在這個球隊 他在這個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他是中華隊的一哥嘛 已經到這年紀了 他講出這種話 那就是反應到 其實大家會在意的東西 當然藍協也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說可能以後 要對球團啊 把這些保險啊 更明確 或者說很多東西就是要規劃 不可能說完美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是為了 為了這個球隊好 就是為了中華隊好 反正不管什麼樣的聲音 我覺得都是為了這個中華隊好 包括說你選人 也是一個 你說主訓也是一個 大家都很辛苦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完美 但我覺得還是很多事情都必須被講出來 還是希望能夠 大家能夠多鼓勵啦 代替責備 因為畢竟在這個位置上真的不是很容易 因為要面對到每一個球員都是 每一個球團的寶貝 就是已經培養了這麼久 或是說等於說這球隊的資產 球團也是要充分溝通 球員也是要溝通 其實籃協也很辛苦 那大家都是在要為這個中華隊 那當然其他國家的主訓 也可能大家看到很多的東西出來 但是現在球季當中 確實又遇到很多的問題 如果說我想要去中華隊 我不要再圓母隊練 我就去中華隊好好地培訓 因為我一生中我夢想就是中華隊 艾成是不是就是這樣 他沒有這樣講啦 他沒有這樣 是你推出去的人 沒有我們沒有推出去啊 是說 也不希望他去 也沒有一口答應啊 也是要稍微想一下嘛 再也點兩三口吧 我們的初衷呢 就是我教練的初衷 當然艾成他有自己選擇權嘛 對 但是現在你看 大家還是回歸到 還是要尊重球團 尊重圓母隊 當教練的初衷 當然就是希望他有好的發展 而且尤其是在我們學生籃球上面 如果學生籃球 他們有機會能夠上到成人隊的職業隊 我們當然是舉雙手贊成啊 如果他有這樣好的發展 為什麼我們要 我們要去阻擋他 學校的戰績確實要顧 政大也是會擔心啊 出去的會不會有一些風險啊 我相信每個球團都會在意吧 所以才要有一些 討論到保險啊等等 也會在意 萬一有什麼風險怎麼辦 所以球團 學校站在某個角度 也是在保護球員 現在已經不是 像我們以前這樣 雅錦賽啊什麼之類的 現在就是要打資格賽 打進去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不同的 不能跟用以前的思維 再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 我也給我問一個 你覺得愛哲在這個球隊 你覺得他可以發揮到什麼樣的狀況 甚至是說他可以在什麼樣的位置出發 然後幫助這支重要的 目前的這支重要 我覺得目前的話其實 因為他前面有阿吉跟小高 對基本上 我覺得要打先發的機率 應該是不高啦 我的預測先發是小高啦 是嗎 我預測打紐西蘭的先發就是 小高 那個劉真信寬 坦傑龍加謝忠龍 打菲律兵的時候是 阿吉 秉勝 劉真 林正跟中榮 反正愛哲呢 就是不會再先發啦 對 我覺得啦 那你覺得這個目前的 這個陣容的中華隊 他可以發揮到多少 嗯 我覺得就是當然 因為我說真的 我也沒有看過他中華隊的狀況 但是就我了解的狀況就是說 他如果要上去的話 那他一定是扮演好串聯球隊的角色 應該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配的人 就是要能夠讓他能串聯的人 那才能夠把他放大 譬如說配個射手 或是配個 劉真那種會充曠 能夠幫他擋人的 大家機會就會打開啦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我們在看啊 就是目前這陣容沒有規劃 打紐西蘭這一場 絕對是拚進攻了啦 因為防守基本上可能 連防守籃板可能都搶不太到 的這種陣容 我覺得就是拚進攻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配一個檔人到兩個檔人 基本上能配的人 只有一個射手 亞萱配他的話 就會有很多機會 當然你要配年輕的 有速度的 他如果把他的節奏帶起來的話 大家跟得上他的節奏的話 基本上他會有很多機會看到你的 如果他有些球員是有需要球權 那他可能就是會站在旁邊 他就沒有作用 就發揮不出來 所以他就是需要球嘛 可以去串連其他的人 那如果說你上去了 沒有給他這個東西的話 那他就可能就不會有什麼表現 你看世大運 孟竹教練在用他 他也知道啊 所以說他為什麼他跟 景緯配的時候打得特別好 因為景緯他能夠投能夠得分嘛 能夠切入 他可以1給2 他的得分能力是很好嘛 所以他去配他的時候 就會放到他們的得分能量嘛 他防守一定會可以幫助到球隊 但是你的這些進攻上面 你怎麼樣去價值放大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的能力 就是這個是最好的 那就希望能夠把他這個能力 在場上 能夠用這個能力先幫到球隊 是不是已經很久沒有大學生 直接選到大隊了 近幾年是幾乎沒有 上一個會不會就是什麼 營俊老帽他們 可是他們好像是大士 然後研究所那一種 就是光華隊那個時候 但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肯定 一個疏瘦 所以我答應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很棒啊 就是你這樣為國家培養人才 而且我覺得打菲律賓這一場 搞不好愛哲勢也很有機會發揮 我們上次去菲律賓被他們虐得很慘 喔真的嗎 因為這一次的菲律賓國家隊的控球 後衛端好像實力都滿堅強的 就是真的都是很溜 然後等分能力很強 很爆的那一種 然後速度跟防守壓迫 真的是世界等級 所以我覺得去看一看 我覺得也不錯 可是我覺得他在菲律賓這個 應該是有機會沒有人要看啊 他上去打他要看什麼 他會打多嗎 你們兩個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打多 通常這種狀況隊 ROOTI第一年進來 是不是通常都做 我覺得因為 盈俊那些都沒有打嘛 所以當然他跟 阿極或是說 景緯的年紀沒有差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會有機會 他的size又跟阿極跟景緯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會有一些機會 這樣子感覺起來 我覺得不只一切 所以秉升就是專職二號 專職二號 然後跟 就是3D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亂那一種 就是 重點人 重點人物 就是他跟劉真會輪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陣容 感覺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讓信寬好好的去投上門 目前這個配置 我覺得你功能性多多少少還是要有一些 你就會知道你在國家隊 你要做自己的事情 對 功能性 在國家隊中 功能性會比全面還要重要一點 你看那個愛哲被壓迫的時候 就是需要我們這種去幫他擋 有時候擋人也是一個功能 有時候投籃也是一個功能 有時候防守也是一個功能 那當然 怎麼樣把這些功能參加利用 張哥其實已經看這些球員看那麼久了 應該基本上都了解 怎麼樣去搭配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劉真的精神 這些球員們會感受得到 應該某些部分來講 其實這些球員真的要為劉真拼一下 人家都特地大陸回來 所以他也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又老了一歲了 所以我說真的是要給他一個Respect嘛 就是說真的這種老大哥 然後這些年輕球員 那他願意這樣帶著 然後甚至說 他也說真的有一些無奈 以球員的心態來講 肯定會的嘛 特地的回來 那就看到是這些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這些球員 真的要替這個老大哥好好聘一下 當然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想法跟心情 那以前一起奮戰的戰友都不在身邊的時候 有點孤單啦 政府訓練也沒入選 管家人不知道去哪 結束之後我要跟誰去聊 或是說跟以前的那些 沒辦法抒發啦 都沒有輸贏 沒有抒壓管道 就只能自己在網路上面 沒有就 就自由也不在 然後訓練的時候 只有七個 不對的人了對不對 但我覺得還是要尊敬一下 我覺得不管成績好或壞 我當然希望是好 因為我很難瞭解劉正的心態 因為這幾年陸續比賽 都會有一個表現特別好 譬如說雅萱有的視野 二幾分嘛 阿巴西嘛 我記得有一年德威達也好 那你們覺得今年 你覺得誰最有可能的球場 小高吧 你看我就知道你要搶他 你跟他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連男 但是 但是我心裡還真的是想 第一時間是想到他的名字 而且我不相信 紐西蘭跟菲律賓 scouting萃到小高打得很好 他 大家會不會被教練守住 我不知道 因為小高這個球員 他的球風很獨特 是 你就算 scouting 他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他在比賽的賽場上面的時候 他會做出很多 很意外的事情 而且是會很驚艷 小高跟他威哥的時候 跟他搞這麼多人 他就是會進入到他的Zone裡面 欸他沒什麼情緒 就是他是沒有死角的 就是什麼位置都可以 為什麼我會跟他同樣的第一時間跳出來的人 一方面是說覺得說他一定會講他 一方面 一方面是我也會跳出來這個名字 就是說其他的人打什麼樣子 其實可能別隊教練大概會說抓到 然後其他的人表現怎麼樣 我們也大概會了解說 欸劉貞的能力他到底是什麼樣的Label 但是剛講的小力講的很關鍵的一個就是 會讓你驚豔的球員 就是說他會打得好 會在這個賽事他有一些動作啊 或是說他有一些這種連續的得分的爆發力 甚至說把這個球隊的氣勢給帶起來 我覺得他是會讓人家驚豔的球員 所以我一開始也是跳出來他的名字 就是說因為當然要搭配愛哲的助攻 一定可以 這一定可以啊 搭配一下他的助攻 所以應該兩個就是把球隊的氣氛給帶起來 所以剛剛小力講到最關鍵的 所以我也常常在鼓勵我們球員 就是球隊 就是真的我們也不要自我設限 就一定會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不要真的不要自我設限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就是還是要 給一些支持給一些鼓勵 那這才能夠創造不可能 就是為什麼每次都是人家講日本 我們每次都在講日本 為什麼他們可以唱灌籃高手歌 就是他敢講出來他想要做什麼目標 他想打NBA 我們一直在自我設限 然後我們就不敢說出來我們要怎麼樣打贏怎麼樣 現在如果說你的球員跟你講說我想要打NBA 你會不會叫我答 我不會以前可能會 以前我會 我會變成說我會很佩服他 你也很敢講出來 我今天我就是我要達到什麼目標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個文章 有一個很好的球員 球員實在想他印象中 最印象中一個教練就不去教他 因為台語論教練就是教他 你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做 然後他就說這個教練怎麼都不教我 一直在看 然後結果他跑去問教練我應該要怎麼打 然後他說 我不會教你怎麼打 是你要告訴我你想成為哪樣的球員 然後我們來討論怎麼樣幫助你達到那個目標 所以有些時候你應該要去 自己要知道說你的目標在哪 不要說自己設限之後我做不到什麼 或是說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教練一定要幫助我什麼事情 那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那個高度 就要大膽的講出來 然後尋找專業的人士 幫助你成為那樣子的球員或那樣子的球隊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的經驗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反正就是不管怎麼樣 幫助中華隊加油 真的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幫中華隊加油 那在我們播出的這個時段 節目結束之後就要 中華隊要打菲律賓 還是有機會 即便菲律賓國大隊還是很強 但我覺得對我們國大隊還是很有信心 對國大隊教練團也很有信心 所以還是要加油 好不好 還有更多更多精彩的賽事 就在MOMO TV Wake Up 小麗 下次見 我可以 然後再一次 聘請 轉讓一下 轉發 轉發